觀眾朋友 你好 上次在選館市場時 連勝文連戰他的兒子要參選 那時候很多人罵人 奇怪 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所謂的那個政壇 政治世襲化 選舉為何要靠爸 這不是罵人 為什麼總是要靠一個政壇的老爸 好像他的兒子他的女兒才會比較容易選 但是之前那叫罵成這樣子 可是這一次不管是國民黨 不管是民進黨 這種叫政二代是選舉大爆發 你幾乎攤開來 至少超過三分之一 現在說要選的人 不是他的爸爸是議員 就是他的媽媽是立委 或者是他的爸爸 之前是政長 是鄉長 是縣長 或是政壇大佬 為什麼政二代真的比較容易出頭嗎 不過一個很關鍵的訊息是 今天臺北市民進黨部分選區的 這個提名名單已經出爐了 包括余天的女兒 余小平等其他人 還有像是繼政的侄子 恐怕都沒有辦法順利讓民進黨提名 當然之後他要不要選 那又是另外一個選擇的問題 今天有話說來談什麼呢 談青年參政 其中有非常多都是政二代參政 政二代參政是說品質保證嗎 是不是因為他的爸爸 他的媽媽 他的爺爺 他的奶奶呢 這個問政品質 服務品質很好 所以這個香火不能斷 要繼續延續下去 但是這個對一般沒有親 沒有氣 沒有事 沒有顧的 這些年輕人公平嗎 第二個難道青年參政就真的是品質保證嗎 這幾年大家說要給年輕人機會 我們也確實看到 自從太陽花之後呢 有非常多的年輕人呢 不管是直接投入政治 去參選 或者是成為政治幕僚 或者是透過其他的方式呢 去影響公共政策 可是這幾年下來 似乎這些年輕人 沒有讓大家說說 喔 眼睛為之一亮的這些表現 青年參政真的是品質保證嗎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兩個題目 來介紹今天四位年輕人 恐怕呢 也就是之後呢 在政堂上會非常活躍的年輕人 先來歡迎是 之前呢 透過無黨籍的身份 順利當選 成為呢 在上一屆最最最年輕 應該是二十五歲就當選宜蘭縣的縣議員薛承毅 薛承毅 你好 薛承毅 你好 薛承毅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現在 是 你沒有要再選議員了 對 這一次要參選羅東正的政長 你現在二十八歲 對 十歲 其實這幾年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我發現到說要講虛歲啦 像我想你的算是三十歲 所以是 我大概都會說我是三十歲 三歲 才剛好是這個時代 十歲大概是二十九左右 二十八十九 是 我們對政長不是說最少都要五十歲 起床才可以算的 你不到三十歲 你就要選政長 呃 法定的要求是二十六歲以上 那我我認為擔任行政首長這件事情 當然因為年紀會有不同的資歷 或者是價值 或者是他要做的方式 但是我認為現在這個時代開始有更多人 對新的施政有更好的期待跟願景 你要用五黨的身份在羅東參選政長 是 啊在藍綠對立那麼嚴重 有那個空間嗎 這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認為是 當然我們要繼續努力的啊 其實還是看得到 尤其像羅東正 羅東正 呃 宜蘭縣是相對臺北 一個蠻鄉村的地方 但羅東正又是這個大鄉村裡頭 比較城市城市城鎮一點的區域 所以我覺得羅東人他們其實在政策的思維 或是對未來願景的考量跟討論 其實我覺得那個氛圍上是不太一樣的 不過還是線上無限的祝福啦 再歡迎第二位特別來賓 也是太陽花世代非常年輕的優秀的民進黨的黨員 不過呢 他在參政之後呢 可能有一些人對他有一些批評或疑慮說 當初太陽花世代不是大家都扁扁扁扁 為什麼在民進黨他特別是當了青年部的這個主任 以及呢到一些比較有影響力的時候 在勞基法修法上看起來好像黨藝這個部分呢 會凌駕過年輕人對於部分政策的堅持 今天可能要請他說明一下 我們歡迎是民進黨台中市的議員參選人 黃守達 松達你好 信聰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剛才這樣說過太嚴厲不會 不會啦 我其實出來參選本來就是要接受各種檢驗啦 那尤其是我這一次是掛民進黨的戰袍 然後要爭取台中中西區的議員初選 所以我覺得任何的批評其實都是我們要承擔的事情 你爸爸不是黃國書啦 大家都這樣子問 利用這個機會 鄭重的澄清 我自己在中西區奔走 其實最常遇到問題 就是說 你的父親是不是黃國書委員 還有人就是看到你之後就說 嗯 奇怪 你跟黃國書都不行 你一定是國書委員的小孩 主任也以為我是學長信的孫女 我氣質蠻接近的啦 然後我們看板掛在一起 然後大家就會很自動的聯想起來說 啊 就是同樣都姓黃 那黃國書找他的兒子黃守達來接棒 好像是天經地義 但其實一點血緣關係都沒有 一點親戚關係都沒有 對對 那你跟他是什麼關係 你是在辦公室的執行長 欸 我都會說 他是我的財富啦 我是他的土地 就是他帶我出來 然後在地方歷練 是 然後去教導我說 欸 怎麼做選民服務 那怎麼問政 然後怎麼樣去當一個好的民意代表 好啦 第一個先離親你不是正二代 這個要先說明一下 等一下就要請教你說 那年輕人進來政治 特別是進到民進黨一個重要的位置之後 真的可以改變民進黨 也許大家所批評的一些政策嗎 再來歡迎是國民黨 這個叫 不好意思這樣有一點輕跳 松山鄧立軍 巧欣巧欣得第一 我們歡迎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松山信義區的參選人 許巧欣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剛剛應該沒有冒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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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你顯然變得很瘦 我瘦了七公斤啊 你是因為跑選舉跑得這麼累 沒有 因為要體力 所以我其實在練肌肉 我有做那個TRX 類似那種重量訓練 那做得真的很有效 那個腹肌都可以現在摸得到 我有一個問題 同時要請教那個下一位來賓 時代力量 臺北市議員的參選人 大家都很熟悉 吳禎 信聰哥好 各位觀眾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希望你們今天可以來那個拉我這一張票 因為我就是松山區的選民 可是呢 我住了這麼久 我沒有看到你們兩位在松山區 我也沒有拿到你們一包面紙 也沒有看到你們什麼牽板 每個人都沒有 你們是選真的還選假的 選真的 當然是選真的 我沒有拿到你們任何一個文宣 文宣很花錢 信聰哥 對 這個也是要跟信聰哥說明一下 看像是看板 這就真的 現在我還沒有這樣的財力去做這樣一個支出 信聰哥你平常有去市場買菜嗎 有啊 我常常去買的 哪一個市場 就是我們寶清街旁邊那個市場 那個是二五一項 二五項 五項 五項那邊進去 那個 哈哈哈哈 你們也沒在那邊發 沒有沒有沒有 我很常 我每一個六日一定都去市場 那我們所有的市場 我至少已經走過三次以上 所以我們可能剛好就沒有碰到 但是因為時間還很長 接下來還有八個月 基本上一定可以碰到的 我每個六日 我相信吳禎也是一樣 大概都是 市場是一個最好接觸到 文宁馬發一包面紙 衛生紙漲價 有有有有 去市場就會發面紙 有有有 只是說中性去很多市場 一包零點七到零點九塊錢 算一塊 算一塊 那你大概要買幾包 我一二十萬包 就是發完就要做啊 一次都是幾萬份這樣做 對 我第一批就印了三萬份 其實遇不到信聰哥 我猜也是青年參政 我自己參政之後啦 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觸 就是很多青年參政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對選區的選民生態不夠熟悉 所以我自己選上的時候 即使我選上喔 我還會遇到很多選民說 我知道了 你就是我們這個選區選出來最年輕的那個 我現在才看過你第一次 很有趣 就是我以為我已經走透了 也握透了鄉親的手 結果很有可能你繼續在地方繼續耕耘下去發現 你還是有你會疏漏的某些人他的生活形態 他還就是只出現在哪些地方 我就說八了 我那區就是張茂南那一區嘛 是 有人換一個圍牙餐宴 人家又老人共餐 對 人家逢年過節 不然還有法律諮詢 不然還有免費議診 他有的沒的 你們敢拚會贏人 這個這個其實很重要就是說 現任的市議員 他們跟新人的資源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很多相信守達現在做民調也有同感 就是說新人要去在民調初選當中 去比贏現任 光是信聰哥剛剛講的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市府的資源 老人共餐怎麼會是一個市議員自己掏錢出來 不是的 那是市政府的政策 那市政府有做不住 那就是現任優勢的問題 對 那是現任優勢 所以我們其實一個年輕人 除非我是靠爸 靠媽 或是我背後有某一些奇奇怪怪的金主 不然大家要去思考 一個年輕人哪裡來這麼多的資源 買這麼多的看板 花這麼多 都會到你那邊去 但是我們就是一步一步握手囉 沒有錢囉 信聰哥有提到一個點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認識一個參選人 其實我們都要透過很多的宣傳品 是 那包括像是面子 包括像是看板 但其實這些東西都是錢 都是錢 而且那開銷都相當的驚人 面子可能一做就是一萬份兩萬份 而且甚至十萬份二十萬份 你做十萬份就一次就比較便宜 三箱 幾千包就不見了 對 因為你在發的時候 大家就來跟你要嘛 那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還沒走到市場中心 在座只有你有成功的經驗 你上次 不敢 不敢 不過因為你是五黨籍 在宜蘭選 選 就直接講了啦 不要騙人喔 因為之後都可以檢驗你喔 好好好氣 你上次在宜蘭選一元花多少錢 具體的數字我覺得很難說清 有超過一千嗎 沒有啦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那麼多 我也沒有那麼多錢 不用一千就可以當選議員 不用不用在 因為宜蘭的選區比較特殊啦 我覺得宜蘭選區的開銷 我算特利 總之我的開銷大概都是別人的可能五分之一 甚至是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開銷 但是也要一兩百 就是也是白起跳 對 白起跳 對 然後我上一次其實我覺得蠻關鍵的是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我比較晚才投入選舉選戰 所以那時候對我而言最壓力的反而不是錢 我覺得那時候最壓力的反而是時間 因為現在的選舉 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對所有的青年可能都有點緊張 那時候就要每一天把一天當三天用 尤其是當天數不夠 其實你再募得到款也沒用 所以你要把一塊錢當五塊十塊錢用 所以我自己像我那時候做文宣就好了 我到現場之後 我不是去去去去發完而已 我一定會把握上台的機會 好好的先說完 讓大家有印象說 欸 眼睛已亮說有一個年輕的候選人了 我再下去發文宣 兼握手 那那張文宣才能發揮本來只有一塊 零點幾塊的效果 到十塊的效果 不然你發一包衛生紙 人家醒一醒鼻涕就沒有這樣 對 就拿走了 也不記得你這個人 我請教 就算你是很特殊的 花很少錢 也要花到一兩百萬 不然你老爸去買房子 哈哈 我爸爸一開始沒有要讓我算 就是他很煩惱買房子 我爸爸一開始超生氣的 因為他就覺得說 喔這個一定是要被騙了什麼的 我還是要看這個做好幾塊 什麼事不做這選舉 要讓人家就叫人家去選舉這樣 我是不是去人家欠牌這樣 其實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覺得還蠻有一個小小的機會的原因 是因為當年二零一四年是三一八太陽花旋運正熱 所以當今年跳出來說要參選的時候 那個抹款的極克力是有效果的 所以我幾乎只有花大概兩成到三成是靠自己本來之前 還有一些工作的積蓄 還有一些自己家裡的 剩下是靠募款 還不用去叫爸爸那個賣房賣店 也是有跟爸媽媽借一點啦 因為爸媽媽也很辛苦 但是現在要努力把它都還掉了 可是這在三四年前太陽花的時候 那個社會氣氛 跟三四年後二零一八年的社會氣氛恐怕很不一樣 是 超差很多 對 沒錯 吳蓁你在募款會有遇到問題嗎 其實這是跟信聰哥報告的事情 就是說 你不要叫我哥 我們年紀也差不多 對 跟信聰報告 就是說其實臺灣的在這方面法律規範其實還蠻不合理的 例如說像信聰問我說現在募款會遇到困難 其實我現在還沒辦法開始募款 現在是不可以募款 那四月二十五也就是這一任的議員任期屆滿 前八個月才可以開始開立政治獻金的困難專戶 你不要跟六十代力量沒資源啊 但是我們黨就沒有資源啊 這是就是一個寄生蛋蛋生計的問題 但就是說像剛剛巧欣講到說現任有一個很巨大的優勢 我覺得的確是這樣 就是包括連在政治獻金這塊都是 因為像我們這就是法律現在不合理的規定 像我現在信任要投入 那其實像我今天已經開始在參與競選活動 我也要請我的助理 然後印我的文宣品 所以金錢上都要去做一個 就算再怎麼省錢也要做一個基本開銷 但是法律就是規定 我現在不能跟人募款 不過這限任優勢也不一定是壞的 如果說人家覺得說他做得不錯做出品牌了 大家當然會繼續支持他投給他嘛 所以你要挑戰者本來你的成本就會高一點 可是我不知道四位怎麼樣看這個叫做正二代 剛剛講說好的一面說他爸爸做得很好 至少他爸爸會管教他的兒子女兒們 所以呢在這種所謂的身教嚴教的情形下 可能他的兒子女兒正二代也會表現得不錯 但也不必然啊 所以現在靠政壇老爸 也許是資產也許是負債 我們來看看臺北市有陳彥晨 他爸爸是陳嘉明之前臺北市議員 李柏毅這是李欣的兒子 李欣在前一陣子不幸去世 那余天的女兒余曉萍 然後呢紀政的子子 他這陣子的功課做得很大 紀政的兒子 紀政阿姨也一直在講 紀健安 然後立耿貴方的女兒 梗薇 子女 這陣子 李欣貴方 薛靈 這個是那個 他大家是薛靈 不是 就是陳 他 他要叫他阿嫂 何志偉 何志偉 他是算何志偉阿嫂 還有蘇偉政 他就是蘇患制 不過因為他是代表民進黨 所以他這陣子比較少說是那個 他數數是患制 比較多是說蘇家權強力推薦 這幾個人其實很多人呢 在這一次提名都落選 所以看起來正二代的光環不一定有用 新北市 呂孫福 他們阿姊就是呂孫玲 他們爸爸就是呂子昌 林永宏 他們爸爸是林國雄 也是新北市議員 張維倩 他爸爸是張瑞珊 廖怡坤 他爸爸是廖本燕 張靜廷 打官是林一一 彭佳雲 這是同業啦 以前華視的主播 不過呢 他恐怕呢 也是因為他的公公正金融 所以他會出來參選 還有蘇宏卿 他爸爸是蘇友人 這個是雙北市 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桃園 台中 台南 高雄 當然最有名的就是阿扁 阿扁 他們兒子 陳志忠嘛 可是有非常非常多 都是所謂的政治人物的 下一代 或是政壇大佬的 下一代 像是張溫英的女兒 陳俞榮 像是黃華 其實之前 大家在做民主轉型運動的時候 也都很熟 他的那個兒子 黃欣哲 也都要出來選 政二代 真的是品質保證 真的有所謂的政壇光環嗎 來看看 俐落短髮 穿著跆拳道服 一腳踢撲木板 他是前台中市長張溫英的女兒 二十八歲的陳俞榮 辭掉民進黨中央黨部 國際事務部副主任職務 就是為了投入台中市中西區的選戰 我告訴我媽媽說 我等不及了 已經是時候了 我一定要回來參選中西區的市議員 完成我十六歲以來就立志的夢想 頂著政二代光環投入選戰的 還有知名藝人前立委余天的大女兒余小平 表態投身政壇是為了延續爸爸為民服務的心願 面對外界貼上的靠爸組標籤 他選擇一笑置之 有沒有一個壓力就是余天的女兒 我我根本都不用說我是余天的女兒 因為人家看到我就說余天你找給 是資產還是負債 也是是一個甜蜜的負債 盤點今年九合一選舉的參選人 第一次參戰的正二代共有38位 不分男女藍綠 全都積極投入選戰 像是前立委繼政的侄子季建安 前立委李鑫的兒子李柏毅 議員廖本燕的兒子廖宜坤 議員張宏年的兒子張彥彤 另外還有前立委薛玲的媳婦鍾佩玲 議員陳智謀的女兒陳亞倫 議員鄭新柱的孫女鄭夢如 議員陳翠嵐的女兒鄭安利等人 隨著初選結果紛紛出爐 年輕世代如何擺脫政壇前輩的因應 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將是他們最重要的課題 手打請教一下 感覺好像這一次你們民進黨 這個政二代比較多 其實應該這樣子講啦 回到我的選區喔 我的選區裡面 只有我一個不是政二代 國民兩黨裡面 你是中西區嗎 中西區 台中的中西區 包括現任的議員 民進黨的議員 他本身其實父親也是那個政治人物 所以我自己看政二代這件事情 我倒沒有那麼負面啦 對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其實 你不用把政治工作想得特別偉大 因為你看像日本 就很喜歡講什麼百年民電 好像德國啊 義大利啊 都有那種就是一路相傳下來的 那種招牌 那其實政治家族 我覺得也是很類似的事情啦 所以我覺得回來還是要去檢視說 我覺得世代的傳承或是世襲 在民主社會裡面本身並沒有 並不是那麼的嚴重 而是說推出來的人選 你能不能夠經得起考驗 還是說其實你只是去延續 家族背後的那個利益 然後去利用那個家族的人脈和資源 來為你服務 因為像剛剛提到的 剛剛吳征有講到啊 就是我們新人要募資其實很困難 對 那這時候政二代的優勢就出現了 因為我們連要去銀行貸款都還不知道怎麼貸呢 我們也不知道要拿房子來抵押 資源比較豐沛 對啊 那也不可能用信用 沒關係沒關係 阿爸會金主介紹給你 對對對 就是說因為你政二代 畢竟有一個credit在那邊 所以你要去不管是借什麼東西 借看板 借錢 或者是借人 都比較容易 那相對來說新人就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那我覺得關鍵是在這裡的競爭不對等 但其實本質來看 家族是不是那麼負面 我倒覺得還好 我也遇過很多很優秀的政二代 然後他們其實也很努力的想要擺脫 上一輩的那個陰影 對 所以我自己會認為說 關鍵還是說你這個政治人物 他本身的品質和水準在哪裡 然後是不是這個家族是他的助力 還是主力 對 那我其實最不喜歡看到的是 很多人他濫用自己家族的這些資源 那造成整個地方政治變成壟斷的局面 對 因為我覺得壟斷其實是最壞的 是 因為你壟斷你新人出不了頭 那你新的可能 新的機會就不會出現 不過巧欣有一個也是那個正反護一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是正二代 人家很容易就知道說 你媽咪人家做我兒子 你媽咪人家的兒子 還是說你們阿姨阿姨是誰 可是另外說 阿姨阿姨是寄證 我就一定要投票給你嘛 我還得看你之前做了什麼事 你之後想要做什麼事 可是呢 你跟人家講說 你的親戚是誰 那個至少你很快那個入場券 不一定選得上 至少入場券 你會比其他人容易拿得到 會不公平嗎 巧欣 其實也不能說是不公平啦 因為他制度他本身是公平的嘛 但是我們知道他背後其實 不是一場完全公平的一個競賽 那地方選舉很有趣 你不可能只做空氣戰 比如說我們上上節目阿 然後有新聞曝光阿 這個是不夠的 絕對不夠 但是你直接到地方去走的時候 其實我們所謂跑團 每一團大概就是一百到兩百人左右 這樣的小場子 我們其實在電視上面 跟觀眾朋友對話的時候 我們是一隊多 而且是很多 可能是幾千幾萬人 但是我們走進去 真正在跑選舉的時候 我們接觸到的鄉親跟民眾 是一百跟兩百人 這個說話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當我呢 要直接面對鏡頭 跟所有人說話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談 比如說像政策性的 論述性的東西 大家能接受 可是如果你用這一套喔 然後你走進這個一百人裡面的廟會 這個是誰啊 你進去 你就是當朋友 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把對方 當成的朋友 比如說手答案好久不見 這樣子的話 那民眾會覺得說 這個 那我看電視就好了 你本人出現在我面前 有什麼差異 所以這個時候 剛剛雙方哥講到的 就很重要 如果他一介紹說 手答你好 我是誰誰誰的誰 那個誰誰誰我知道 這個反應就很自然 這就是原因 就是說你第一步 能夠拉近彼此彎 就跟我們平常攀談的時候 要談話題嘛 其實是一個記憶點 因為真正有利的政二代 他不需要標榜 自己是誰的誰 這現在看板上打出來的 其實是資源沒有那麼多 我講一個例如說 比較遜的政二代才要 因為鹽狂橫 他絕對不用講說他爸爸是誰 這個因為 或者說呂孫玲 這個他們地方上 基層的組織 已經都在運作了 他不需要去講 連勝文 對 這個背後他們的資源 這些系統都下去了 所以他不需要 去標榜這件事情 這個我很有經驗 就是以前 因為我有些好朋友 都是在地方啊 雲林啊彰化啊 然後遇到那些 那個立法委員啊 就說 欸 你要叫我擠啊 我給你把我拔多好 你看這個這個這個 喔對啊 我漂亮 你還給我鋪掉了 真的不真的 大家誰知道 可是他的票就是你的 是 其實是一個記憶點 所以我講的是說呢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辦法說 我我我姑姑是誰 但是你還是可以製造出 同樣的效果 就是說你讓對方感受到 你是真的能夠把他當朋友的 跟你一起開玩笑 跟你一起參加這場快樂的晚宴 有那樣子的氣氛的時候 他就不會在乎說 你有沒有家人是某某某的 對 因為你呈現出來的這個感覺 是一樣的 對 同樣的 同樣的那個家族這件事情 就更不只是朋友 對 包含你如果很快速跟他說 欸 學長 學長 我跟你一樣都羅高的 他就會知道說 他曾經經歷過的事情 羅高是羅東高中 羅東高中 對 他就會 他就會有感覺說 喔 那我曾經經經歷過的 或我認識的 或我了解的 你也都知道 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次到一個場子裡面 一百多人 我問台下說 我有沒有人跟我一樣是光復國小的 底下一半的人都舉手 嗯 接下來每一個都是我學長 學姊 或學弟學妹 欸 我沒有任何人做我的靠山 我的背景啊 可是我們在場每個都像一家人一樣 人不親土親啊 是 是 是 不過我們來看看啊 但是說實在 你如果沒有任何資源 除非呢 你就是很早下定志願 很早投入政治 譬如這樣手達 舞鎮或巧心 你們可能從在念大學的時候 就很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畢了業之後 也許各自投入不同的政黨陣營 然後呢 一直在做這些 也許叫做改革社會 也許叫做所謂的 自己的理想的事情 可是 我們來看看啊 光是現在的立委 現任的立委 幾乎啦 將近一半呢 他都是爸爸媽媽 有一定的在之前 政治上的打拼 他才比較容易選上去 這個之前我們一直在談說 是不是要有錢人的小孩子 才比較容易唸台大 在座好像有三個是台大的這樣 除了我們兩個不是台大 我不是我不是我真的 除了我們兩個不是台大 你們三個都是台大 因為其實有統計啊 大安區上台大的比例就是很高 是 這肯定 是 政二代當立委的比例就是很高 所以在制度上很顯然 他就是一個不公平的一個遊戲制度 我們來看看 李彥秀的他的爸爸是李金章 蔣萬案當然別說了嘛 就蔣家的第四代這樣子 羅明財爸爸是羅夫柱 王惠美的爸爸是王夫人 馬文居爸爸是馬龍基 江啟臣的岳父劉聖良 何欣存的媽媽是林淑滿等等的 顏坤很剛才不用講了 綠的也是很多 呂孫玲爸爸是呂子昌 那他現在呂孫玲的弟弟要出來選議員 蘇巧惠的父親是蘇貞昌 蔡毅瑜的爸爸是蔡啟方 陳廷飛的父親是陳家兆 那還有葉宜金的爸爸是葉棟良等等的 蘇貞青銀 阿姊是蘇貞專 林黛化的父親是林山郎 鳳山市長等等的 那邱毅營父親是邱曼南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我想問的是說 如果從這一個再來看 我再請教一下首達 是很顯然我們是出了一些問題 是我想 呃 這其實都回到就是可能 有所謂的文化資本吧 也會有所謂的政治資本 就是說你父母親透過 呃 不管是生教 嚴教還是自己的人脈 怎樣把這樣子的資本傳承下去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民進黨其實 在這一次的議員初選裡面 有開發出一個制度 就是我們所謂的新人家權 對 那這新人家權 呃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二十趴的家權 那不過 這個家權倒不是說 直接把你的民調加上二十趴 而是說 你新人拿到幾趴民調 然後再用這個民調作為母數 乘以一點二 簡單來說 我如果拿到十趴的民調 我加上二十趴之後 就是十乘以一點二 變成十二趴 是 如果拿到二十趴的話 我就二十乘以一點二 變成二十四趴 但是如果我太顧人院了 拿到零趴 零乘以一點二 就還是零趴 當然 就是說 開始意識到說 你政治的一些家族 投入到政治工作門檻是比較低的 是 相對於年輕人來說 是比較低的 那所以必須要透過一些制度的設計 來鼓勵更多年輕人出來 那當然 現在這個制度比較是鼓勵性質居多 他並不是 並沒有辦法真的有決定性的影響 了解 但是畢竟民進黨已經跨出一步了 不過小新有請教 我們其實這幾天一直在談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算了算 好像民進黨比較在意世代傳承這件事 而國民黨看起來四十歲以下的這些從政人員 真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世代斷層 有什麼啊 在這次選舉之前確實是這樣子 那經過了二零一四跟二零一六年的大敗 不只是國民黨的黨中央或是從政的人士 其實更大的這個反彈是來自於基層的民眾 很多的民眾他以前傳統 大家都投給這些資深的議員 但這次他都說 他不想再投給牢面孔 這也是為什麼其實國民黨這一次也祭出了同樣的手段 就是新人的家權 而且加的是二十五趴 同樣還有這個正二代的挑款 我們這次在臺北市當中 每一個選區裡面都至少應該能夠出現一位年輕人 但沒有辦法保障說他是不是不是正二代 也有很多是正二代 但是實際上相對於民進黨 傳統上大家都會覺得說 哇很給這些非正二代的年輕人機會 但是這一次國民黨反而在正二代的比率上面 是有大幅度的減少 那民進黨這邊是有一些些的增加 就是說變得是好像時間不同 就像他們剛剛講到的 這個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這個民進黨這邊 對於年輕人的參政非常投入 那就像陳映剛剛講到 哇有年輕人來 這個募款都募下去 那國民黨沒有這樣的狀況 那個時候我們的年輕人是非常被壓縮的 可是其實今年是完全完全反過來的狀況 所以我們基層的民意 確實是很希望能夠給年輕人一個機會 不過時代力量看起來 從黨主席到所有的黨員都是年輕人 我剛剛算了一下黃國昌也到我幾個月而已 對在政治圈 黃國昌看起來很老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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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才四十四歲而已 所以沒有你們這個 你們沒有世代傳承的問題 我們當然沒有世代傳承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才剛成立到第三年 就是第一個世代甚至都還沒有形成 因為像國民黨的民進黨 他們現在都有經歷所謂的初選 要經過電話民調方式去選出最後提名的名單 那時代力量我們問題完全不一樣 因為像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 找不到人出來願意去參與政治 因為參與政治像剛剛都有講的門檻其實很高 像我們黨基本上絕大部分幾乎都是政治新人素人 那素人第一個資源少 第二個我們政黨可以給的資源也少 所以像我自己現在要下來參與選舉 不管是在資金上資源上 或是說我們黨在政黨在地方上 也沒有像國民黨民黨傳統有集成這些耕耘 所以要面對這個開拓的艱辛 其實是很多時候可是比傳統政黨更 很辛苦一點 什麼錢都不花 你光要繳給中選會就要繳二十萬保證金 對 保證金 那我再請教一件 同時要問四位的 我還是以我這個選區 我覺得張茂蘭做得很好 我也覺得那個國民黨的發言人 那個死了一下就叫我忘了 國民黨發言人 你們那個發言人 我不要提示你啊 你要見死不救 等一下 這樣才能顯示出其實 我覺得現任的其實都做得還不錯 憑什麼要投給年輕人 憑什麼年輕人要說服我們這些選民說 青年參政會帶來改變 會跟之前有不一樣 會讓我這一區 會讓我這個市 甚至會讓臺灣更好的 小心 憑風哥不知道知道 你看你剛不救我 我現在還先讓你講 我們家很多年輕人很關心流浪動物的動保議題 那也都鼓勵大家做TNR 就是捕捉 然後原地放回 讓他去結紮 然後呢讓民眾可以在社區當中 跟動物和平的共處 這個TNR其實是否照理來說是有變預算的 但在我們松山信義區裡面 只有不到一半的理由在做這件事 而且預算已經被停掉了 那這是年輕人很關心的議題 可是我們現任資深的議員 他們當然他們都很厲害 是真的 他們選民幅度做非常好 做得非常多 可是真的年輕人有時候我們關心的議題 我們覺得超級重要的議題 但他是比較被忽略掉的 所以如果年輕人 而且不只是我 如果只有我一位能夠進到議會 整個議會裡面只有徐曉信 一個是年輕人 或許起不了大作用 可是如果當這次的世代的接班的交替 能夠變成是 其實在各個政黨當中 包含國民黨 民進黨時代力量 都有年輕的人進到議會當中 這些年輕時代所關注的議題 他才能真正的被重視 Ok就是等於說 民進黨可能也要有關心這些毛小孩的 然後時代力量 如果選擇上的話 也要有人關心毛小孩 你才有可能改變市議會 或許每一個世代都有各自會遇到的問題 比方說像公宅的政策 其實像我們在松山新議區這邊 大家都說 柯P要蓋公宅 小營要蓋公宅 好像大家都支持 但其實公宅議題 在松山新議區 是被反對的 居民是不支持的 在無心街那邊 要準備蓋的新的公宅 是所有的議員都反對的 那但是很多的年輕人就覺得 他們其實支持這個政策 你問健康路的公宅 蓋得很好 但是無心街那邊的公宅 是全部被反對的 那反對其實有反對的理由 如果你真的去了解 你會發現說反對不是沒理由 比方說那邊交通非常勇色 如果蓋好之後 很多的人移居進來了 那邊的交通 該怎麼解決 這個配套措施有沒有做 類似這樣的事情 其實有些時候 年輕人在意的議題 那資深的議員 他關心而且他發現到的事情 但是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真的有代溝 所以你們是同一個選區 所以你也關心毛小孩跟公宅嗎 對啊對啊 其實因為我們 那我就投給巧欣就好 他是國民黨 我是時代力量 對 我們在一些像國家定位上面的認同 會有青年共同的議題嗎 當然 像例如說公宅 不是因為其實延續 剛剛巧欣講的 就是我回應性 從前面這問題說 現任做得很好 王宏威啦 我現在想起來 你看做了這麼久 現任做得很 現任做得很 現任議員做得很好 當然我覺得選民 完全有理由去支持 現任議員繼續連任 因為說他要交出品質 他要交出成績 當然他可以 也應該要繼續做下去 但問題是說 政治會有遇到非常多層面的問題 我認為 不太可能有一個民意代表 他可以同時代表這個選區裡面 所有人的聲音 因為你一定會出現利益衝突 例如說講到剛剛公宅好了 公宅就像巧欣講 是很多年輕人 希望可以有一個 減輕居住成本的政策 但對於在地的居民來說 這個會增加他的生活上的負擔 因為如果這個 房價會跌嘛 也不一定 但是如果這個理 他本來就是 可能例如說四千個住民好了 那現在突然半年兩三千個 他的生活品質 一定會下降 比方的預算還是一樣的 他的停車會減少 他的周邊垃圾可能會變多 等等等等 所以這時候就會 面臨一個衝突 那如果你議員 你要嘛在這事情上 採取模糊的態度 兩邊都安撫 但你就沒有真正 去在這邊做一個表態 或者是你站到其中一方 那你例如說你支持 保障現在住民的權益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的定位差異就會出來了 因為像我自己是 年輕人青年參政 我當然會站在 比較同情年輕人 比較支持以年輕人為本位立場 出發去關心這個議題 所以其實剛剛信聰大哥在問提問這個問題 就是很多的人會談說 像信聰大哥自己就覺得 現在資深的議員 其實做得好像也不差 也不賴 對那我投了年輕人 到底有什麼差異 這件事情 我自己在這次參選樓東政長的選舉的這個過程 我就一直在強調這件事情 第一個 我當議員的期間 讓大家檢視看到 我在政策上面 我是有見解 而且是 我是有能力去做堅持 而且我有能力 能夠去實踐 我們所談的那些理想 務實的現在在社會基層中 怎麼理解大家 並且做到 這是光第一個 我們本來在自己的每一天的行動上 就要實踐的事 就讓大家開始意識到 青年世代他真的從政之後 他其實光是從事政治工作的方法 就不一樣 這第一個 所以講具體一點 好 補充補充一下 可是我覺得青年齁 我很認同剛剛陳昱所講的 青年他不只是可以找出問題 不只是要反映我們這個世代的利益 其實青年本身就是一種方法 像我自己 我自己是台中的中西區 那中西區是台中的舊城區 他其實遇到 每一個舊城區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該如何復興 這個舊的老舊的接口 該如何復興 如何振興 那在這個時候 青年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們都會認為說 應該要更多年輕人的創意 然後把青創的能量 帶到舊城區裡面來 然後透過文化 透過社造的方式 來讓這個地方重新活絡起來 但這樣子 很難認同青年本身就是一種方法的這個說法 這樣子的思考就是把老年也可以做社區文創 當然當然就是說 所以那為什麼青年做為一種方法 在現在台灣這麼重要 就是回到我們一開始提到的 在這個過去我們正二代 他可能盤根錯節的情況下 年輕人要進到政治的領域 是很困難的 所以同樣每一個世代 甚至每一個族群 可能都是一種方法 但是當現在台灣 年輕人進不了政治的領域 那這個方法就出不來 譬如說啦 這邊要那個把它打掉 然後做都跟蓋公宅 然後呢 結果呢 你的金主呢 就是那個這個地的地主 是啊 你怎麼樣支持這個政策 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剛剛還沒有回答到信聰大哥 我舉一個具體例子 像我自己議員的任內 光是第一個 我們在談運動空間的不足的 這個議題意識 就如同剛剛巧欣跟吳禎提到的是 比較青年或是 這樣青壯年齁 尤其他對 關心的事情 對他對運動空間的需求 這個議題可能本來在 本來既有的 比較資深的議員或名代 就比較不會想到 那光是我們先想到 就第一個了嘛 那第二個就是 我自己在這個期間 我們就開始做了 比如說像資深的議員 對他們也習慣的操作方法 就是爭取 蓋羅東的小巨蛋 爭取蓋什麼什麼的東西 就好大喜功大建築這樣 但是在青年世代 我們就會非常務實地去盤點 羅東鎮是全臺灣面積最小的鎮 我們村土寸金 也沒有更多餘的公共空間 可以去這樣大興土木 甚至於一旦縣政府的負債 也沒有機會去配合像這樣的建設 所以我自己議員任內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去實踐 一直以來有個口號 叫做校園社區化 我自己就主動地 第一個我自己跟學校的對口 以及我之前做的服務案件 都對得上 所以去做這些校園要去社區化的溝通 可能的基礎就有了 第二個是 我就開始去媒合這些球隊啊 個人的地方居民啊等等的 或是學校有需要的 讓他們先從 校園社區化先從運動開始 也就是學校的場館開始連線 晚上通常都close掉嘛 少數學校有校隊繼續墊而已 那晚上時間你開放 然後我們爭取的是 本來要花幾千萬幾億蓋的場館的錢 沒關係 你給我幾百幾十萬幾百萬就好 管理的人員或維護的錢就好 瞭解 我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可是我一樣讓我的鄉親 讓我的靈禮就有運動的去處 對然後而且我又活化利用了 現在現有的校園空間 我還能夠盤點這個學校 北城國小適合什麼運動 竹林國小適合什麼運動 然後再分布說是現在這些運動在羅東正的需要的人 有多少來配比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support這些連線 光是這樣的方法就是 我我覺得認為 我認為是因為七年世代對議題意識的理解 對議題解決方法做法不同 而能夠具體做到的事 不過其實政治跟所有的行業一樣 都是一個政治的高度專業 所謂的專業就是有人很厲害 有人很憋角 有人表現很好 有人儘管他是正二代滿手資源 但是表現的是爛到不像話 因此很難講說一個二十幾歲說 我出來一定可以改變什麼事情 恐怕年齡不是一個什麼品質保證 可是我們來看看 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捩一點 就是三十年前那個太陽花運動 太陽花世代呢 大量的有非常多的人進到政壇 包括黃國昌 然後成為時代力量黨主席 包括當選立委 然後蔡培惠 林昌佐 吳貞 然後當時代力量發言人 陳薇婷也到時代力量去當黨團的助理 黃守搭到了民進黨 然後成為黃國書的執行長 然後參選二零一七年也曾經參選 台中市議員的初選 黃玉芬加入民進黨 曾柏陽加入台灣綠黨 成為青年部召集人 魏陽成為社民黨的政策專員 也就是說呢 在三四年前太陽花運動之後 整個台灣社會有一個體認說 確實我們應該給年輕人更多更多的舞台 可是有時候呢 你會覺得說給了舞台 他們真的表現得很好嗎 或是說上台了之後 他真的敢演戲嗎 抱歉啊 可能待會會比較針對首大 因為您是執政黨 因為執政黨可能在某些議題上 跟年輕世代的想法落差太大 就是勞基法修法 那在你們進入黨的這個部分 真的可以跟黨主席 跟行政院長 跟這些立法委員說 歐吉桑歐巴桑啊 你們想法是上個世紀的 年輕人真的不希望 你們這樣修法嗎 真的有辦法 一個年輕人進到黨的機制 不被這個攬鋼所影響 不被整個所謂的黨的意志 所凌駕嗎 我們來看看 當然薛成毅呢 他一個很特殊 他是無黨籍 所以他也不甩國民黨 也不甩民進黨 所以他在問政上 有一定的空間 可是呢 之後還是一樣嗎 我們來看看 年輕參政 真的叫做品質保證嗎 違法濫建農舍的假農民 甚至於草農地不動產的投資客 但是宜蘭的未來 跟宜蘭的土地 你應該要這麼操作 跟這麼去歸納給那些人嗎 那些操作嗎 不同於咄咄逼人的問政風格 面對宜蘭縣代理縣長陳經德 不及不許說出自己 對於農舍正義的看法 他是全臺灣最年輕的議員薛成毅 也是太陽花世代的議員 學運結束後回到家鄉參選 選前注重環境和土地議題 選後也兌現承諾關切農舍議題 四年後的今天 太陽花青年殘政風潮持續延燒 不過青年進入政治體制後 真的可能改變什麼嗎 兩年前民進黨政府企圖 砍七天假之際 曾經參與太陽花學運的黃首達 擔任民進黨青年部主任 當時青年團體到民進黨陳情 並強調此舉會變相讓青年打工組減薪 但黃首達只回應 民進黨和青年站在一起 而最後七天假還是被砍了 民進黨會繼續和勞工朋友 還有青年朋友站在一起 去年十一月 黃首達和前民進黨發言人吳佩毅等 八名青年組成新創政治連線 宣布要投入今年議員選戰 並強調自己不但是青年的代言人 也準備好要改變台灣 但就在成立沒多久後 行政院強推被批評為 史上最爛勞基法修法 引發很多青年不滿 但新創政治連線沒有主動發聲 也遭到外界批評 究竟進到體制內後 是青年改變了政治 還是政治改變了青年 看來還有待後續觀察 不要先跟巧欣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又讓你少到紅台位 之前馬總統在就當選 那個在就任的時候 大家對馬總統最大最大的批評 就是馬義凌駕黨義 黨義凌駕民義 所以才會有四年前的三一八 現在很顯然年輕人進到民進黨之後 你應該很清楚整個青年世代 對勞基法修法是非常非常反感的 很顯然你們沒有當那個防腐劑的角色 其實對於勞基法的部分 我自己有發表過一份聲明 不過當然人為野輕 那其實注意到的也沒有那麼多 但我覺得這一次勞基法修正 其實突顯了一個問題 就是像剛剛信聰提到的 台灣其實已經被分化成 也不能說分化 應該說分裂成兩個世界 就兩個世界 年輕人的世界 中老年人的世界 其實是完全對接不起來的 那我自己作為一個年輕人 但是我投入到台中中西區 一個比較傳統 而且比較高齡化的地區 所以我其實很能夠了解 這兩者之間的衝突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民進黨其實是一個 對民意很敏感的政黨 那包括像是 我們自己走手套的訓練 每天早上六點就去走公園 然後十點開始走市場 然後下午再走公園 然後挨家挨戶的拜訪 所以其實我們聽到的都是 庶民第一線的聲音 那我們那時候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在網路上 年輕人可能生態非常的大 但當我們試著要去跟大家講說 這件事情的時候發現 大家都覺得我們在做對的事情 這裡我們指的是民進黨 那我覺得這就出現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網路世界跟現實世界 怎麼對不起來 那當然很大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在現實世界遇到的選民 還是以中老年居多 所以這個世代的差異其實是很明顯的 但你選擇比較站在中老年世代那邊 我覺得在這裡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誰可以提出比較複責的方法 那因為我在中西區舉例 我們這裡有很龐大的 就是 汽機車的修理產業 因為這是比較舊的市區 然後這汽機車的修理產業 對於一粒一粒衝擊是非常嚴重的 那我對我來說我沒有辦法用一句話說 就是你們是落後的產業 你們應該被淘汰 我瞭解 對我說我沒有辦法用一句話去否定 他們可能過去十幾二十年的辛苦 所以在我覺得在這一題裡面 我到我覺得任何的批評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覺得關鍵還是我們要怎麼提出一個負責的方法 也就是說參選對你來講你會用更不同的更多元的角度來去看 原本你認定的議題 對應該這樣子說就是 今天如果我沒有要參選的話 我想的就是 怎樣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今天如果我要參選的話 我其實要思考的是 我要怎麼在我的這位置上 動用我的政治資源來實現我的目標 小新我請教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某種程度 它其實就是政黨化 那政黨不一定是壞事 但是就是青年這個特殊性 他可能就會因此而慢慢慢慢地被磨掉 同樣你在那個老舊的那個百年老店 你會遇到更大更大的挑戰 一直都是這樣子 我敢說在國民黨裡面 真正會去就是說 對黨有不同的意見的 甚至有時候公開提出一些批評的 然後還留在黨內的 我應該算是第一個 包括我跟之前有一些 這個比如說當時蔡振元他說 他覺得馬英九不應該為二二八事情道歉 那我就站出來提出不同的意見 我覺得應該要 所以說即便是說 你一個就是說怎麼講 我今天經常在溝通一個觀念 就是民進黨國民黨跟五黨 就是說中間一些五黨的中間選民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力量 當我們對社會上有一個 當然就是我歸類第三勢力第三勢力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議題 假如說我們談到同性婚姻合法化 或是說青年的世代交替等等的議題 那如果我們只寄望說 其中一個政黨他去推這個議題 但是其他的勢力 全部都站在反對的意見的話 很容易出現像類似於一例一休這種狀況 你有那個勇氣在國民黨去說服 如果你當選的話 說服你所有的市議會同僚 去推動更進一步的 對同性婚姻友善的市政環境嗎 我在我在國民黨中央做青年團 總團長繼中常委的時候 我就這麼做了 過程當中從來都沒有停過 包括很多的遊行 吳禎也知道我都有去參加 那很多的不同的意見的人 他們也批評我 那我就告訴他說 這是我代表的是年輕人的意見 包括很多國民黨裡面的年輕人 他支持國民黨 但他也支持這個議題 我想要代表他們說話 我當不救我 我現在挖一個坑給你 所以推動同性婚姻更進一步的平權 乃至於所謂的立法 當然那是立法院的事 在臺北市推動更進一步的同性婚姻 是你的參選證件嗎 可以是 可以是 就是說他當然是 你要小心我們那個是老舊社區 當然是啊 就是說這個是我的立場 大家都知道 但是所謂的溝通的部分 包括我們其實現在會去做的溝通 跟一般居民溝通是直接告訴他們說 同性婚姻合法的話 這件事情已經視線通過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說以前他可能會反對的人 他第一步他先反對所有的同性婚姻 這些他全部都反對 但當你告訴他說 這個事情已經就是視線通過了 兩年之後民法不論如何都會上路的 你就有第一個跟他溝通的 談判的籌碼了 他們就會說對對對對對對 那他可能開始他就會說 那我覺得要立專法 不要立民法 你再找到第二個籌碼去跟他溝通 希望你這番員不會引起更多更多的那些 不會不會 因為其實我一直在網路上面 然後一直在媒體上面 我都是堅持這個立場的 那我再請教吳震 那你出來選你要幹嘛 我出來選就是想要改變這個社會 改變台灣 所以回到 你當個市議員 你要改變台灣 但是因為這樣講 改變要從基層開始 對就是說政治是我的職業 我像是一個之前是助理政治工作者 現在我要出來參選 想要有一個我自己的局面 更大發揮空間 所以政治對我來說 是我認為 可以去改善這個社會的 一種實踐方式 那先選市議員 就是我現在眼前 可以去嘗試的一個挑戰 那所以回到信聰剛剛前面講的問題 就是說青年參政 它是不是品質保證 我覺得其實不是 因為青年就只是 它就只是一個年齡而已 任何人都有青年 你也有好的青年跟壞的青年 你也會變老啊 對啦 不管是壞人 都當過青年 那問題是說 社會為什麼願意給青年年齡機會 是因為對現狀有所不滿 想要看一些新的人來嘗試 但是年輕人像我剛剛講的 首打也是青年 其他這些正二代也是青年 所以青年還是必須要交出成績單 那青年能不能改變社會 我在這邊代表我回答 是我認為可以 為什麼我這邊敢說可以 因為這個就是我從政的原因跟報復 因為我想當然每一個行業 都有自己辛苦的地方 但我想大家應該可以同意 就是說政治的確不是一條容易輕鬆的道路 像剛剛首打講 六點起來送車 接下來去掃公園掃市場 到一整個晚上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消耗的過程 那為什麼我要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有理想 我希望未來進入到市議會 可以去推動改變 這樣改變實現 這就是我的成就 那你到底是 如果你當選你任內 你要改變什麼 其實很多耶 像例如說 剛剛講的公宅問題好了 或是說在 柯P不是蓋了一堆公宅的嗎 還有什麼 其實很多是以前市政府任內核定的 那個很多是以前在蓋 包括說他現在 他當初二零一四年喊的四萬戶 現在也達不到 那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市政層面 例如說交通 例如說很多 不管是環境也好 或是說剛剛講的 動保議題 其實就是說政治 永遠會有很多問題需要處理 但我講一個更大的是 我其實是希望 可以在市議會中 像前面講的 去帶進一個青年的觀點 讓我們這個世代發生 因為我認為的確在政治這個領域上 相較於社會上其他領域 政治的確是更為封閉 不過我們來看看 其實台灣的政治環境還算健康 儘管老人家還是很多 但是年輕人越來越都出來 譬如說新竹市長 在當選的時候 阿娘偉才三十九歲 就當新竹市長 然後呢 臺北市議員 嚴若芳二十九歲 當選議員 高敏玲三十二歲 我就說說當選年齡 王浩宇二十六歲 就當了薛承毅更厲害 二十五歲 當選議員 而且是用五黨籍的 那陳光軒二十八歲 洪慈庸三十四歲 宇婉如三十六 許玉倫三十八 四十歲以下 進到議會 進到立院 是比比皆是 可是呢 進去之後 也許你拿到第一張入場券 是 大家還是想說看 你在舞臺上 就算不是發光發熱 可是至少不要當個 所謂的 沒講話的一個石頭 我再請教一下陳毅 是 你如果做羅東鎮長 你是要改變什麼 其實我剛剛一直很想要 笑笑變運動場 這是其中一個 要去統合的政策 那很不簡單 是是是 其實我們其實一直在 我覺得自己 從當時的參選 我其實也一直會喊到 是青年看到時代要改變 青年看到問題 青年看到議題 我們希望為土地 為家鄉做努力 我也有一直在談這些事情 even到現在還是 但現在的我會再更加一層事情 也就是說 我覺得現在在臺灣的政治 尤其在基層選民裡面 那個氣氛有點像這樣子的比喻 齁 你就說每次都知道 大家說吃脂肪吃雞排不好 可是你一直跟他說 吃雞排很油 會不健康 會不好 其實他可能覺得 我還是覺得很好吃啊 他更想吃 雖然我覺得也 反正就也不會 吃了也不會 我就一樣吃頓飯 也不會餓嘛 可是當我們要處理到養生餐的時候 我倒覺得這個時代開始 青年有另外一個責任是 不是告訴他雞排很油 而是告訴他說養生餐不會難吃 養生餐不僅健康 而且可以吃得很好吃 而且可以不一定很貴 齁齁齁齁 就是我覺得其實 所以年輕人是提供政治 另一個選擇跟路徑 是而且我覺得那個 另外一個選擇跟路徑 是更正向更有遠景的路徑 像我們自己 我們在羅東鎮的選舉選戰 這一次 絕對就不是去講說 現在羅東鎮什麼不好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的事情 是羅東人 羅東人值得更好的羅東 宜蘭人值得更好的宜蘭 未來的宜蘭羅東的願景 跟圓景是什麼 要把這個拿出來 這個口號很多老舊人物 所以再開始拉下來 有不同的政策 我們剩一分鐘 索達你中心區你想要做什麼 OK 你不是選臺中市長喔 你是選臺中市議員 當然當然 其實我們剛剛在談一件事情 就是說年輕人不只發現問題 年輕人 青年本身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中西區它是一個舊成區 那其實它是一個高齡化的社會 那我會認為說 要怎麼讓中西區得到繁星 很重要的一步 就是把年輕人留在中西區 那這部分就需要很多的配套 那當然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我自己喊出的政策就是 老人老屋老故事 老人得到照護 老屋得到修復 老故事可以得到保存和發展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整個 舊成發展的一個勝利方程式 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讓更多年輕人願意留在台中 然後願意留在台中 就有更多的可能 包括像是剛剛其實陳毅提到 我覺得都是類似的概念 包括像是無針 包括小青 其實我們出來 年輕人出來參選 為什麼年輕人出來參選 可以改變社會 因為我們參選本身 就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說年輕人 要回到地方政治 我覺得裝飾這一步 其實就是年輕人參政的價值 那越來越多人回來 地方社會就會開始攪動 我覺得就會有新的可能出現 而且也不惜青年啦 是共同的圓景 大家會開始思考這件事情 大家會共同在一起 有一個好的圓景 一起實踐它 而且政黨在你們四位 其實那個界線已經不那麼強了 好的政策其實就不被政黨 就是大家不分黨派 重點還是我們自己 要成為那個選擇 謝謝你收看 每個夢幻嘉賓都是驚奇 每次參桌對話都是感動 製作小組再接再厲 分享更多人的生命故事 誰來晚餐全新一季 為國內多凡亞移工和新住民 開啟新聞之窗 三個時段三種無語 播放台灣在地 與國外發生的大小事 為國內多凡亞移工和新住民 公視東南亞語新聞 野生動物界裡不同領域的狩獵高手 弱弱強食逝者生存 用對方法才能活下去 十點全紀錄天生贏家系列 四月鎖定公視就有好事 長大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活出自己的人生更加不簡單 《我的人生不一樣》 記錄一群照亮自己的人生 也感動他人的正向力量故事 捐款六百元 獲贈《我的人生不一樣》 書一本 詳情可掃描QR Code 公視網站 或播02-2633-2009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他們是生命的子女 是生命自身的渴望 他們盡你而生 但非出自於你 他們雖然和你在一起 卻不屬於你 你可以給他們愛 但別把你的思想也給他們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 你的房子可以供他們安生 但無法讓他們的靈魂安住 因為他們的靈魂住在明日之屋 那裡你去不了 哪怕是在夢中 你可以勉強自己變得像他們 但別想讓他們變得像你 因為生命不會倒退 也不會駐足於昨日 你也會不會駐足 你會不會駐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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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深海裡 那裡 你會不會駐足 超級多的 你會不會駐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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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